不安,如果政府打算在我居所附近 爭執一項公共設施 我絕對會建議興建圖書館 既然是居所附近的公共設施 所以使用對象是居所附近的住客 所以建議的設施一定要是 住客需要,而且處於欠缺的情況 由我個人平日觀察所得 大部份的住客是學生 再其次是在職人士 最後是老人家 首先,圖書館的功能 可以迎合居所所有的住客 第一,學生學習需要書館多元的知識、 例子和搜集資料 來提供學生可以多方面學習 了解新知識 繼而思考出新見解的道路 而圖書館藏書豐富 而且種類繁多,正正是學生的需要 就好像我之前要進行 學校專題研習的資料搜集活動 都去到圖書館收集到 豐富的相關資料 可以順利地進行我的專題研習 第二,在職人士需要吸取知識 來爭取晉升的機會 或提升自我競爭能力 老人家平日空閒在家 無事可做 可以去到圖書館消閒 閱讀圖書館提供的 周刊、雜誌或時事報士等 所以圖書館可以迎合住客 各自的需要 其次,我居所附近沒有圖書館 居所的住客也多次提出這方面的投訴 要走到另一條屋村才有 可為不方便 因為來回總共要半個小時 但如果在居所附近興建了圖書館 可以方便住客 又可以彌補居所設施的不足 何樂而不為呢?總括而言 基於住客的需要和欠缺情況兩點 我強烈建議和呼籲 政府增設圖書館在我居所附近 以上是我的分享 多謝聆聽